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 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比较好的一个国家比欧洲的一些国家都与天都与地都与人都与中国的最后期的逗争 中国对水循环人为干预 一个就是三峡大坝 第二个就是南水北轿 黄河的下游是没有流域的 比他们旁边的地面高出十几米 下游的这个水永远进不了黄河 整个中共的水利工程就把中国大量的风水全部给改变 水危机将是全球一半以上的粮食人员面临冲减 未来一个世纪将是争夺水资源的世界 请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欢迎大家关注收看